第一个我们先从按钮开始 第二个才是自令函数 按钮这个东西 先把sup写出来 就是程序写出来之后 再去加个按钮 所以我们先把最后结果给秀给各位看一下 名称也许叫刮虎之串 按下它 它自动帮我产生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那怎么做的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假设原来是空的 这是空的 那这个也不存在 只是说你要先把这个复制过来 名称改成VBA 这应该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要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还记得吧 上面的机关点一下 其他命令 快速功能区 把开发人员打勾 它就会出现了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会到哪里呢 到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然后呢 要撰写这些程序嘛 我已经有些已经写好了 那比如说第一个 我如果要撰写程序之前 记得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你有一个模组之后呢 你就在那个空白的模组里面撰写 那这边就只要一个就好了 然后暂时一个 你不要一直加太多个 那我只是demo 你会发现插第二个 它会叫Module 2 那名称可不可以改 可以 这边有个Name 你把这个改完按Enter 它的名称就改了 那什么时候会需要很多个模组啊 就是说呢 如果你将来写的VPA程式已经非常多 你需要分类的话 分在不同的模组可不可以啊 OK 但是你目前呢 如果程式没有很多的话 那我不建议你写很多个模组 为什么 你将像之前有同学是 这边已经写过了 另外一边又来写一次 那两边名称一模一样 就会造成冲突哦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没有必要 先一个啦 如果有两个的话 你记得把第二个给移除掉 你可以按右键这边有移除嘛 你可以把它移除 它问你要不要汇出 不要就好了 这样就移除掉了 OK 好那我要怎么样去做那个刚刚的动作 当然在做这个之前 也许我们可以先输 假设有先输出啦 你们可以先想一下 比较简单的 如果说我今天要撰写第一个 我可以先从清除开始好了 那比如说我清除啊 怎么清除啊 其实清除的逻辑啊 如果复习上个礼拜啊 上礼拜就是 For I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列嘛 所以那个回圈的话 一定是For I等于第二到第十 不过呢 上礼拜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今天不希望 那个用用就是假设我今天十 那如果未来我可能会增加其他的资料 第十一第十二一直往下加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改成我这边写固定 那未来就有个麻烦 那是不是下一次如果增加列之后 我还要再来改VBA呢 那这样不合理啊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不改 当然有 那怎么改待会来讲 那再来就是说呢 他跑回圈 比如说二到十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他的列 那你就必须要什么呢 去更改哪一栏 B栏 那特别需要 我们会用到一个 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也许叫做 就是叫Sales Sales这个瓜糊 如果说你要清楚的话 记得你打一个Sales 一定要加S 因为它是负数嘛 指的就是 如果你 这样就是指的是 整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的储存格 它是一个集合 那如果说你要单单指的是哪一个的话 瓜糊 它会问你说哪一列 第二一列 哪一栏的话 你可以用B栏 给它什么呢 空置串 那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 那个VBA里面的概念是 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因为蛮多同学 对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 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写出来的 其实呢 它就是跑一个回圈 那所谓回圈就是你要重复几次 从第二列到第十列 NAS就下一个下一个 它会自动帮你 第一个会先2 所以呢 如果把I放进来的话 它一定会怎么样 第二列 总是把B2里面的东西清空 然后下一个的话呢 变成B3 这个地方B3 一样放个空的 所以呢 理论上 按F8 逐航来看 你会发现 这个跑的时候呢 你把游标放在这个上面 按F8 F8是逐航的意思 那它会出现2 意思就是把B2里面塞一个空的给它 那因为这里面本来就空的 所以不会影响 好 那换下一个 下一个意思就是说呢 下一个 NAS I 意思就是说 把I加了1之后 诶 更改它 所以这个时候会变成多少 那个储存格就变成B3了 B3等于空的 所以这个地方执行 那你会发现有没有 B3里面的资料不见了 好 有没有 那一时内推了 所以底下 B4 B5 B6 7 8 9 10 OK 全部清空 所以清除的话 应该比较好写吧 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写个清除 那写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说 你可以先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这边就打上什么 两个字吗 清除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 请你选Sub 按确定 他就会自动帮你在这边 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Public的 Public指的是共用的 但这个Public 没有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地方只是 你要不要给其他的专案共用 那后面是Sub 它的Sub指的是程序的名称 叫清除 后面有个小刮胡 会有个结束 那写法的话 基本上 就把这个中间的东西补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程式 给完成了 那特别注意 你写在下面 跟写在上面 其实都一样 那这个地方 没有区分 说你一定要写在哪个位置 反正你自己习惯 把它放在 那前提就是 一定要有头有尾 一定要有一个Sub开头 一定要有个 EndSub结束 好 那第一个 我们清除做完之后 刚刚有提过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 有一个 比较重要 就是说这个10 这个10如果说 我现在写固定 未来当然就不OK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方法 假设我游标 放在A1上面 那我们如果要抓取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一列的位置的话 通常会用什么 Ctrl向下 有没有 那Ctrl向下指的是 这个范围里面最下面一列 那其实在VBA里面 那其实在VBA里面也有类似的概念的写法 就是我把游标放A1 去追踪它最下面一列 告诉我它最下面一列的列数是多少 它会回来是一个数字 最近好像有一个新闻是怎样 就是有一个外国人 他一直按一直按 他按住不要放 然后结果他跑了多久 最后跑到最下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只新闻 非常无聊的一个新闻 那个外国人他说 跑了9.5个小时 终于跑到最尽头了 然后他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Excel的最尽头 的那个数字是多少 就是1048576 1048576是一百多万 其实根本不需要 Ctrl键按住 再按向下 不就1048576了吗 对不对 而且这个每天 我记得好像昨天还前天的新闻吧 一直播一直播 我觉得好无聊 这也是一个新闻吗 这是什么 OK 而且那个外国人说他手不敢放开 因为他想要知道 花多少时间 可以到最下面一列 根本不需要 Ctrl向下就可以了 Ctrl向上呢 就可以帮你放到 移到哪里呢 移到你有资料的最下面一笔 在Ctrl向上的话 就会移到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上面 OK Ctrl向下 那如果你有右边有资料 Ctrl向右 像反正上下左右都可以 Ctrl键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如果说你要追踪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类似的概念 那不过呢 你第一个要告诉他说 你现在要从哪一个储存格追踪 那储存格除了用Sales之外 你还可以用一个Range 这个Range指的是什么呢 顾名是一马范围 除了可以指范围之外 还可以指某一个储存格 那比如说我以那个A1当成是储存格 好了 OK 那追踪的话 你想说老师那这边A1 那我可不可以写成Sales Sales那个什么 1.A 其实也可以啊 可是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我不这样写啊 其实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Range固定的位置的话 比如说固定这个位置 我通常会用Range来表示 如果你今天会在回圈里面跑 变更这个列的数字的话 我通常会用Sales 可能有不同的使用时机 那比如说我要追踪的话 我打个Range A1 你打个点 点之后的话呢 请你注意打个1 1的话这个时候会跳出一个属性 其实你点下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清单跳出来 这个清单里面所有的这些功能 就是指的是 这个Range里面 它能做到哪些效果 全部都在这里 那其中有一个属性 叫做END END的话呢 类似就Ctrl鍵按住 所以你按个 把它点两下好了 钱瓜弧 这个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 钱瓜弧之后 它会有上下左右告诉你 那意思是说 你要移动到这个范围里面 哪一个边界呢 如果我要向下 XL什么呢 Done 这是XL 之前有同学打错 我自己用打的打XE 因为我一直看好像没错啦 不过后来仔细看 才发现它打错了 所以建议你不要用自己打的 用什么 用钱瓜弧就好了 打一个END 钱瓜弧 然后呢 再把它点两下 后瓜弧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跑到 又这样Ctrl向下 那最后你需要Ctrl向下之后的什么东西呢 它的哪一列 所以再点一下 它已经跑到Ctrl向下 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那请你告诉我最下面那一列 的列数是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打一个ROR ROR其实就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列啊 那这个时候它会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它会怎么样 帮你把最后一列的那个位置 你抓到这个位置 帮你返还回来 所以如果以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我是把A1有没有 向下追踪之后 它会得到的列 它会把10怎么样 丢回来 所以这个地方会是10 那如果说你将来会有11 12 13 有没有 那它也会自动追踪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种写法 就是自动去追踪 你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魅力 那这个使用的机会非常的大 我是建议你尽可能可以自己熟啦 其实尽可能这个东西啊 因为要常常打 所以记得这个地方 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打一个点 有没有 E出来 那其中选的 再把它点两下 钱瓜糊 上下左右选一下 选这个 抓到什么 抓到它的列 所以打一个列 ROR OK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范围 利用动态的方式清除 不过我们好像才讲完清楚 等一下怎么样去把资料抓出来 放在这边来 这个就刮胡自串的这个程序 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把刚刚的那个 有没有 四个逻辑全部改成在VBA里面逻辑 里面都看得到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老师你刚刚的论据 A1跟A2起头有什么差别 A1